你好,我是Sandy,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这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相当于400万个太阳 我们还把这个黑洞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Sagittarius A-Star,人马做A星 那么这个黑洞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它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发现过程 其实我们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这个超大质量黑洞 时间并不长,也就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在此之前,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发现它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 是和一家电话公司有关 我们需要把时间拨到接近100年之前的1930年代 在当时美国有一家电话公司名字叫Bell 这家公司的标志就是一个中的形状 在很多老式的电话上都可以看见它的商标 这家公司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是提供长途电话服务 但是他们发现跨越大洋的长距离通话经常会受到干扰 于是他们就想办法要找出这背后的干扰因素 物理学家Kyle Jansky当时就是在Bell实验室工作 然后他被赋予的任务就是 去找出任何可能会对跨洋通话产生静电干扰的来源 为了这个项目,他特意设计建造了一个天线 而且在天线的下面装了四个车轮 这几个车轮就是来自于当时非常流行的福特汽车Model T 所以整个天线是可以旋转的 20分钟就可以将整个天空扫描一遍 这个天线也被称为Kyle Jansky的旋转木马 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比较无聊的观测以后 他发现静电主要是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比较常见,就是来自于雷电 但第二个来源却非常奇怪 这种信号的强弱变化是有规律的 而且它的来源方向也是随着一天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Jansky当时也没什么办法 却暂时把它称为未知来源的信号 然后就发表在了1932年的论文当中 因为它的用词比较小型 所以当时也并没有太多人关注 但Jansky自己还是非常的好奇 而且也知道这个信号有点不同寻常 所以在1932年 他又进行了一整年的观测 Jansky一开始以为这个信号是来自于太阳 因为它的来源方向和太阳的位置有些重合 但是经过仔细的检查数据发现 信号的变化周期是23小时56分钟 也就是说和地球的自然周期是一模一样 而并不是一个太阳热的周期24小时 而且它的来源在天空中相对来说是固定不变 那么在天上位置相对固定不变的就只有星星 而且在不同时间的信号来源 都指向了天空中的同一个位置 也就是银河系的中心 尤其是在星座人马座方向的信号源是最强 然后在1933年 Jansky再次发表论文 他把论文发表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期刊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把未知来源的信号 改成了来自于星际物体的无线电信号 这种表述在当时一下就炸锅了 因为当时还并不知道 在地球上可以接受到来自星际物体的无线电信号 纽约时报在1933年5月5日 也对这个消息进行了报道 普通人在看到纽约时报的报纸以后 第一反应当然就是 是不是有外星人在向我们发送信号呢 所以美国的广播公司 随后也向公众播放了这段信号 是不是外星人 你们就自己听听看吧 Dial公司对这个发现 其实并没有多大兴趣 毕竟人家的主要业务是电话服务 又不是一家寻找外星人的公司 但Jansky的发现 还是开启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也就是无线电天文学 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 天文学家根据这个线索 对这个区域进行了非常多的观测 但是收获却并不多 主要还是受限于望远镜的尺寸 无法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 密集的信号来源 这就好像在用一个分辨率非常低的相机 来拍摄一个非常小的物体 拍摄目标比相机的最低像素还要小很多 到了1966年代 情况终于发生了一些改变 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观测技术 叫做Radio Interferometer 无线电干涉仪 这种技术使用两个或者多个天线 来接受无线电信号 而且此时的分辨率 就不再局限于单个接受器的尺寸 望远镜的尺寸 就相当于这些天线之间的最远距离 从此以后 天文学家就陆续使用这种技术 来观察来自于银河系中心的无线电信号 而且慢慢的就有一些人开始认为 这些信号就是来自于黑洞 在1974年 两名天文学家使用了 美国国家设电天文台 在Green Bank的观测设备 和35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小型望远镜 组成了一个无线电干涉仪 这样整个望远镜的尺寸就相当于35公里 他们发现了 在银河系的中心存在一个非常亮的 而且非常紧凑的结构 他们当时猜测 这就是一个黑洞 而且这个黑洞不仅仅是待在银河系的中心 有可能就是它在控制着整个银河系的中心 Albert Brown是参与本次观测的一名科学家 于是他就给这个物体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Sagittarius A-Star 人马座A星 在这个名字的最后加了一个星星 主要是借鉴了原子物理学当中 当一个原子被某种能量激发以后 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 Excited State 而且对于这个发现 两名科学家都觉得非常的兴奋 Exciting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 有可能是黑洞的物体名字的后面 加了一个星号 此后天文学家们 又是对它进行了几十年的观测 试图更加详细地了解 这个神秘的星号来源 包括它到底是不是黑洞 它的质量和体积又是多少呢 此时世界上已经慢慢地出现了 体积更大 更加敏感的望远镜 天文学家利用它们 也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因为黑洞本身是不发光 所以就必须使用一些 间接的方法来对它进行了解 比如说 黑洞强大的引力 就会对周围的一些物体 比如说恒星的行为 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有一个科学团队 就是利用了欧洲南天天文台的望远镜 对银河系中间黑洞附近的恒星的行为进行了观察 它们从1992年到2002年连续观察了10年时间 发现这些恒星的行为非常的怪异 它们的运行轨迹和普通的恒星完全不一样 明显是受到了某个物体巨大引力的影响 它们对其中的一颗恒星进行了重点观测 把它称为S2 Star 数据显示S2就是在围绕着人马做A型旋转 周期是15.2年 而且轨道是一个非常椭圆的形状 在2002年的春天 它和信号源的距离达到了最近 距离相当于太阳和冥王星之间的三倍 更让人惊讶的是 S2此时的速度非常的快 超过了5000公里每秒 这个速度几乎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速度的200倍 或者说是光速的1.6% 这个速度对一颗恒星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根据近10年的观测 这个团队在2002年对外发布了研究成果 它们几乎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 认为这个信号源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再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观测 我们就算出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400万个太阳 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6000光年 黑洞实际上是根据100多年前的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测出来的物体 但在当时相信这种预测的却没有几个人 实际上它的理论不但是预测出了黑洞 也预测出了很多种现象 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 科学家们一直都在想办法证明 它的理论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 而简易爱因斯坦理论最好的地方 就是超大质量黑洞 这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 欧洲南天天明台对银河系的中心 又持续观测了16年 然后在2017年 它们再次观测到了S2接近黑洞的整个过程 这一次S2和黑洞的距离达到最近是在2018年 而且在它逐渐靠近黑洞的过程中 速度会逐渐加快 这一次测算它的最快速度超过了7600公里每秒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接近光速的3% 而且在S2靠近黑洞的整个过程中 它们还观测到了根据广义相对论预测出的一种现象 叫做Gravitational Redshift 引力红移 也就是当光线在靠近巨大引力场的时候 强大的引力会使它的频率向光谱上的红色方向偏移 从而使它的波长变长 频率变低 这也是第一次在黑洞的周围观测到这种现象 也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预测是正确的 在银河系的中心 其实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区域 随着对这片区域越来越长时间的观测 我们也发现了 在这里有着数以千计的恒星 在围绕着这个超大质量黑洞旋转 我们现在把已经发现的恒星都进行了编号 我们刚才说的S2STAR仅仅是TAM当中的一个 但它也是被观测时间最长 观察得最仔细的一个 而且在TAM当中 很多恒星和黑洞的距离会更近 旋转周期会更短 速度也会更快 比如说恒星S62的旋转周期还不到10年 而且测算它的速度已经达到了光速的7% 同时我们也对这些恒星围绕黑洞的旋转方式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欧洲南天天文台通过它的超大望远镜 对于S2的运行轨道又进行了两年多的观测 然后在2020年发布了它们的观测结果 画面中所看到的 就是S2围绕超大质量黑洞的运动轨迹 它是根据真实的观测结果制作而成 如果就按照牛顿万有引力的预测 S2应该沿着之前的运动轨迹继续前进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发现它在每一次接近超大质量黑洞的时候 下一次的运转轨道 都会和前一次的轨道发生一定的偏转 最终这些运动轨迹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形状 看起来就跟玫瑰的花瓣一样 这种现象就叫做Schwarzschild Precession 其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也对一颗恒星围绕黑洞的运动轨迹进行了预测 本次的观测结果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预测 也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些恒星如果一不小心和黑洞距离过近的话 它们就会被黑洞强大的引力撕裂 变成一团气体围绕着黑洞旋转 最终它们都将会变成黑洞的一部分 比如说曾经在阿历13年9月 NASA的Tendra太空望远镜就检测到 在人马座A星附近区域的S光突然增加了400倍 其中的一种猜测就是 可能是有一颗小行星不小心靠近了黑洞 它被撕裂以后就产生了非常高的温度 释放出了很多的S光射线 当然如果一个物体足够幸运的话 它也是有可能逃离黑洞的引力 比如说在2019年 科学家就发现了一颗非常特别的恒星 它的名字叫S5-HSV1 它和地球之间距离大约是29000光年 它的特别之数就在于 它是我们所发现 不是在黑洞周围的恒星当中移动速度最快 发现它的时候 它正在以超过1700公里每秒的速度 离开银河系的中心 差不多就是光速的0.5% 这个速度对于黑洞周围的恒星来说不算什么 但它比银河系大部分恒星的速度可都要快很多 猜测它曾经是在一个双恒星系统当中 因为距离黑洞太近 它们就被强大的引力拆散 这颗恒星就借助着黑洞的引力进行加速 随后就很幸运地逃了出来 而且按照这个速度 它将永远地离开银河系再也不会回来 其实这种现象也非常容易理解 既然很幸运地有机会从黑洞身边虎口脱鞋 那还不跑得快一点还等什么呢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么多 关于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存在的间接的证据 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对它进行直接观测 然后进行拍照 这个项目就是事件世界望远镜计划 简称AHD 具体的拍摄过程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视频 那么关于银河系中心 这个神秘的超大质量黑洞的发现过程 我们就已经说完了 别忘了订阅 我还会继续做关于黑洞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